今天为大家介绍19年9月14日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中国人协会举办的 迎国庆贺中秋晚会 抱歉的是因为晚会开始之前 舞区办了一件好人好事 所以错过了开场表演 好在有摄影师Alysis提供的精美的现场照片 让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新建舞蹈学校和金融科学校联合带来的开场舞 红旗飘飘的精彩瞬间 其中新建舞蹈学校几乎是圣地亚哥 每次重大晚会的开场编导和表演方 可见其内在实力以及对社区活动的热心程度 接下来中国人协会的会长李金鸿博士 以及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副总领事戴双鸣 向现场来宾致辞问候 中国人协会的中秋国庆活动传统 是一年半晚会一年半酒会 今年70周年国庆正好是晚会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这里共同庆祝 晚会正式开始 华夏中文学校带来的原创剧明月及时有 华夏中文学校在周末不光是教授中文 还有各种才艺课 在美国土力上不管你的国际如何 这些孩子们都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拿枪拿掉的学习和传播的中华文化 玉才中文学校和金融科学校 是圣地亚哥两家老牌的科学校 玉才这次带来的是虎征和太极的结合 其中表演太极的是两位已经获得世界冠军称号的 小武术家Anna和Grace 而金融的群产品自然是起功夫 孩子们有的赤手空拳哼哼哼哼哼 有的是刀骨枪剑技 辅乐勾插非常带劲 观众们也都掌声鼓掌 整台晚会有不少舞蹈 其中新建舞蹈学校的凤凰涅槃 无疑是技术水平是最高的 因为这些孩子们虽然出生在美国 但都已经经历过十年以上 每周超过十个小时的专业中国舞训练 舞台上的这几位孩子是新建舞蹈学校最高水平的梯队 在美国各种的全国性的比赛中已经获奖无数 基本上也代表了整个美国中国舞领域的最高水平了 时装表演华服风采是由华人时装摩托队单纲演出的 各种民族和现代结合的服装令人耳目一新 那我不太懂时装表演 但我想提一个小建议 就是咱们全体模特全部亮相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放在最后而不是开场 因为这样会有点模糊焦点 下拳出来的话 即使中间有模特在走秀 那观众们的眼睛呢 也不知道应该看中间还是看两边 于丹老师呢 是咱们圣诞一个著名的钢琴家 每逢重大活动钢琴独奏 伴奏必然找不了他 一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既应景又展示了功力 东方舞蹈团是胜养的 另置民间舞蹈团体 他们表演的舞蹈的小长影像 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江南风 我在观看表演的时候 唯一遗憾的是 就在观众席的视角 很难完全领略到 这种群体舞蹈的层次感 而可以展现层次感的 只有多机位的这种电视转播 但电视转播呢 又缺少现场感 所以希望今后的VR技术 可以给我们带来 更丰厚的这个视觉享受 盛大哥有不少华人的合唱团体 像这次晚会中表演 草原风情的 就是其中的阳光和尚团 春之声女子和尚团 以及声乐爱好者协会 有趣的是 合唱团体中占主力的 还是咱们女同胞们 中华民族的男士们 还是相对比较内敛一些 所以我再次再次呼吁 广大男同胞们站出来 多参加合唱团的活动和表演 中场休息之后呢 圣利亚哥著名的薄华明月团 带来明月合奏 战马奔腾 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 由刘连祥指挥编排这个曲子 但这次晚会 刘指挥因为身体有样而缺席了 所以呢 我们也衷心地祝愿 刘指挥可以早日康复 继续在舞台上指点江山 晚会中唯一的语言类节目呢 是由远阳相声社 带来的老段新说 劝架 远阳相声社的两位创始人 刘云新和王一飞 都是同子宫 其中刘连心失从天津相声名家魏文亮先生 他举手投注啊 是非常纯正的这个金味相声 在整个美国的华人圈里 我还没有听到过第二个像刘连心这样 一张嘴就是相声范的演员 所以希望今后远阳相声社可以继续长大 开园子办专场 我肯定会去捧场 圣利亚哥中华民族舞蹈团的落水交人呢 是一支很有特色的舞蹈 本来是长袍长袖 却又能感受到少女的灵动 服装和动作的反差 会放大这种灵动感觉 实际非常巧妙设计 女高音冯伟老师 也是圣利亚哥历来重大表演的丁子户 今天呢 她带来的联唱 仍然是高水准高意境 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后可以看到 更多冯伟老师和她学生们 一起来做更多形式的歌唱表演 圣利亚哥另一支非常著名的舞蹈团 月光舞蹈团的舞蹈 印山红非常有意思 本来红配绿是服装配色 最需要小英处理的 可是他们一跳起来 我们立刻就觉得 就应该是这样的配色 所以啊 万事不能刻板教条 颜色如何搭配 编舞的人自然是最清楚的 中国如何前进 中国人自己最清楚 外国人就不要多嘴了 晚会最后呢 是非常大胆的将大中国这首歌 改编为合唱 而且还是三家合唱团 共同合作的演出 虽然中间有一两个配合上小问题 但都可以理解 而且不影响这个节目 将晚会的整体气氛 推向最高潮 这台晚会在歌唱 祖国的合唱中落下帷幕 作为一名现场观众 我感谢所有参与 晚会的演员个人 和团体的辛苦付出 也感谢所有幕后 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 同时感谢 本场晚会的独家赞助 兄弟装饰集团 盛世华丹 70周年 天涯海角 祖国永驻于心 大家好 我是卫琴 谢谢观看